大家好 这一项我们继续介绍数据 这项我们主要介绍是 通过指针去访问数据的数据因素 数据名是指仰数据 第一个因素的地址 比如在这里我们建立一个数据 intel v 它是四个因素 1234 然后呢 我们pe就用 v0 就是数据的第一个因素 然后取地址 就v0的地址 对pe这个指针力量初始化 也就是 pe这个int指针力量 存储是v1的 v0 就是数据的第一个因素的地址 然后呢 p2 也是用v 在这里v 和刚才这个v0 取地址是一样的 都表示数据第一个因素的地址 所以这个pe和p2 它的 存储的地址则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 数据v的第一个因素的地址 然后我们这看p3 是什么呢 是数据名加上4 就是说数据名是第一个因素地址 加上4 相互拼于四个因素 的地址 就像图章 图章这样的 是吧 这个图 数据v 是只要存储第一 是第一个因素的地址 v加4 因为它一共有四个因素 v加4相互拼于四个因素 数据v加4是数据的 最后一个因素的 后一个位置的地址 不是聚会有因素的地址 而是聚会有因素 后一个位置的地址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代码 下面的代码数据是吧 p1加上2 p1也是指向数据第一个因素的 加上2就 p1两个 也就是指向什么 这个第三个因素 它的值应该是3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inter v 是吧 它的初始化我们就1234 是吧 是个整个初始化 然后呢 我们定了一个inter型号p 它是用什么初始化的呢 用v0 数据第一个因素 然后呢 再把它取地址 是吧 如果你不确定它的运速度的 运行结局 要直接加一个括 表示 这样对v0 两个用取地址 运行得到它的地址 inter p1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v 数字名 这个取地址 这两个地址应该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可以 std gcout 我们把p的则输出 pout的则输出看看 它们应该是两个 哎 地址 这两个地址 但我们没空格 这里空一下 指标 让它空几个 看我们看 ppout这两个地址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两种方法 都是取得第一个因素地址 再是第一个因素地址 所以ppout它的车 一样的 我们这个型号这个p3 它是什么呢 它是用v加4 哎 小猫在这跳了一些 好 型号v加4 我们把v3输出一下 v3应该相互p1 4个 像v3在这里相互p1 p1是4个什么呢 这个输入营数 占的地址 输入营数每个 intel占4个字节 所以它 p1呢 4乘4 实际上16个字节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算一下 这里加上16个字节 其实是后面的 我们也可以是什么呢 这样 之前p3是和它相差4个 是吧 p3 减去p1 相差4个 我们把它这输出来 看一下是不是像 这是4 因为p3 p3 两个都是什么 inter 子帧内型 是吧 同类型的 它们都是inter 子帧内型 所以两个子帧 将这个 将这个 两个子帧 一个子帧 一个子帧 两个子帧的差 就是它们相隔的 这个元素的构组 所以它的子帧 应该是4 也就是同类型的 只将同一个子帧 两个子帧相减 就表示这两个子帧 相隔了多少个元素 是吧 在这里4 我们现在 假如要输出 数字的 这个第一三个元素 怎么输出呢 就是我们可以 p1 加上个2 是吧 p1两个 不就第三个元素吗 这个是子帧 但是我们 这是子帧 第三个元素的子帧 我们用取 利用运存符 就把第三个元素取出来 所以这个信号 p加上2 它的折 就是什么呢 就是 p1 分口 就是这个下标 就c加加边次 在遇到这个的时候 p1 2的时候 实际上 它把它总化成什么 p1加上2 再取得用 所以c加边次 对这个处理 结果就总化成这样了 所以它们这应该是一样的 都是第三个元素的 都是第三个元素的 所以我们就 整个字说 这个 结果是什么 就是等加于 等加于这个 因为b次 会把这个下标运存符 总化成这个右边 因此一般的 对一个 数字 例如说 v j 小标运存符 它 就等加于什么呢 等加于这个 v是 数字名 相当于一个指账吗 数字的例子 然后加上 价 相合拼近 借一个 然后呢 加上一个 取利用运存符 是吧 这个是等加的 它也等加于什么呢 就是把借放到前面 位和借 借是整支 位置指账 借放到前面 也是一样的 加的机构也是一样的 它也等加于什么呢 就是 借 扩位 是吧 所以我们比如上面呢 这个 再来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 把它换成什么呢 换成 2 11 1 结果也是一样的 结果也是一样的 当年我们一般的不这样写 这样看起来不较不直观 是吧 上面这个看起来不较直观 这个速度的下标2 是吧 这个你看啊 2 也不是速度 但是这样写 没错 好 我刚才我们看到 两个指针 其实是可以相减的 相减就表示 这两个指针 间隔的距离 实际地区 两个指针 我们 除了先减 我们还可以把 能不能相加呢 相加是不行的 两个指针不能相加 相加就出了 比如在这里 我们 P1 加上P3 是吧 你假如是 这样 这样一起 是吧 P1 加上P3 它马上就爆出了 你看 它这个就已经 虚定不浪漫了 就两个指针不能相加 相加没有1 是吧 所以它也会爆出 但是可以相减 表示这个相割的元素 这个相减 必须两个是同类型的指针 才能这样做 是吧 如果不同类型 都不行 而且一般的呢 是只讲同一个 数字的相减 才有1 假如 不是只讲同一个数字 比如我们再定义一个 这个Q 是吧 它这个指针 它就普通指针 比如我们让它 这个等于一个A吧 Q 等于A的地址 这样抽出吧 那你这样相减 比如P和Q相减 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假如 因为一个指针 是指针一个变量 是吧 比如 P-Q 你想得到这两个指针 这两个的元素 这个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P是指针一个数字的 而Q是指针另外一个比较 是吧 或者Q是指针另外一个数字 都不行 是吧 比如这个是4 是吧 这个指针两个 倍样的数字 这个简也没 因为这两个数字在内层里 取一在什么位置 它们之间的距离 你也不知道 是吧 你这个简 简下来虽然也是一个值的 这个语法上没有错 但是这样做没有意义 好 根据刚才我们看的 一个指针P科技和一个整数 进行相加 是吧 表示P1 当年也可以相减 是吧 比如我们这个 什么呢 就是刚才P3不是指针第四个吗 P3 是吧 我们让它减去个2 这样也得到一个地质 是吧 这个地质 它也得到一个折 是吧 P3 减去后 就P3 比如是这个 是吧 减去后 这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减去后 应该是指针第三个元素 我们看它的折势多少 是吧 是3 这个指针第三个元素 但是能不能减去4呢 减去4 这样也得到一个地质 但是呢 我们看 P3 只要这 减去4 1 2 3 1 2 3 4 减去4 也可以的 是吧 就只要第一个 好 我假如再减大一点 减去5 减去5 减去4是指针 和位一样 指针第一个元素 减去5 就指针这个 主编这个了 这块空间 不输于你的 所以这样的访问 是非法内程访问 只会去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就C来与发张不会处 但是实际上呢 他没C来没处 但是这个 其实也处到了 是吧 就这个访问了 所以应该避免 减去5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 速度的范围了 这些是 P和一个指针 加上一个整数 减去一个整数 进行这个 对指针进行平移 当年我们也可以用 加等于 是吧 假如一个指针 P 我们也可以让它 加等于一个整数为N 是吧 或者P 减等于一个整数为N 这个也是一样了 是吧 把它合在一起 就P等于P减去N 就对指针进行算于平移 当年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P指针加加 那么至于P等于P加1嘛 就把P这个指针 向后一个 P指针减减 就把P指针 向前一个 当年也可以 情字加加 或者情字减减 这些都可以 好 下面我们这个 我们经常用这个指针的 加加减减 加整数拼移 去访问一个速度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这个吧 我们这样 是 这个数字没出什么话 假如我们要出什么话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inter型的指 用一个循环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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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型的指针P等于V 这个等于开始 然后呢 P这要不等于什么呢 V加上10 因为四个运输 V加是后面个运输 聚会运输的下标19 是吧 加上10其实 第一下标19的那个 后面再拼一个 就是聚会运输的后一个位置 这个 这样我们每次 P开始指针 第一个是吧 两个P加加 它就移到后一个 就是P指针 第二个元素 然后再P加加 P指针 第三个元素 这样之后 我们对每个P 指针的元素 我们用新号P 到达这个元素 然后呢 我们把它则 比如等于一个 I吧 I 假如我们开始 Rnt I 等于1 是吧 两个每次做文字 我们把I加加 当年它可以合在一起 是吧 这样 做文字 I加加 好 这样 我一个来挑来挑去 这样 P指针 那个数字 V里面的诊 呢 就变了 变成 12 835 178 1910 我们可以通过指针 下面再把它输出 是吧 cout 假如你不输出回车 输出一个 对 P2 输出一个回车 就是把所有元素 放在一行 假如 这种方式是我们经常采用的 是吧 就是用一个指针P开始指针 等于为指针开头 然后那P不动 P加加 P加加 然后对每个P指针的元素 我们用性化P 大道元素 然后比如在这里给它负责 变成135678910 是个元素 然后后面呢 这里把它输出 也是用了P 还是指针开头 然后P 只要不等于技术指幅 所以这里一定要加10 我们这个电码 还可以改一下 我们可以用 Auto关键式代替它 是吧 这样让 让它把我们自动推断 这个指针P的类型 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的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让P指针 输出开头 可以用什么 一个C++的这个 两个辅助函度 叫做begin end 本来我们这个V加蛇是硬币码的 是吧 假如我们这个加蛇搞错了 可能就会出错 我们 用个end 这样就相当于V加蛇 这样呢 不过你这个数字是10 20 还是8 5 都可以 这个begin end的函数 分别返回这个数字的 第一个元素的地址和 最后一个元素的后一个地址 看这样也是一样的 那你把它改成10的 结果也是一样的 就说begin end 把数字处理给它 它会返回数字的 第一个元素的地址和 聚会元素的后一个元素的地址 这些是 这些是 呃 速度管理速度 指增行的速度 经常用的 是吧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们 假如不用begin end的 是吧 刚才用begin end的 不用begin end的 我们就 用两个指增命量了 把这个再重来一下 我就把第一个给一下吧 比如第一个我们 假如不用begin end的 那呢用begin end吧 这样区分一下 然后呢 这个因为在这里我们每次begin end的 这个实际上是 呃 比较浪费时间的 是吧 假如数字每次来做一次加法 每次来做一次加法 这个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用aut qqq这些等于begin end加10 是吧 这样呢 然后这里就 这样我们只要做一次加法 就是q等于输入住名加10 其实就有名字会有地址 这样呢 我们不需要在每次这个判断条件里 做一次加法 是吧 这样一般呢 比较好 刚才我们是进入一个int信号 q等于v 假如我们现在有个进入一个chill 只要q 也等于什么呢 v 但是呢 他 因为v的例子int指振内行 但是ch呢 是这个ch内行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强势内行转换 把它换成ch 然后我们现在这样看一下 就是 4加2 呃 我们就 4 4加2吧 cout 我们输出p加2的则 先输出这个pq的则 应该从地址上两个应该是相等的 但是它的内行不一样 在这4和q都是输出的第一个 元素的 实际上那个地址 但是呢 这这个v的地址 它本来是int int指振内行 本来是送内行的 绝对被强化转成ch 指振内行 所以在q看来 它把那个v看成实际是字符构成的 是吧 我们这个少一点 加到4 就v是4个int型的 它一个int型展4个字节 所以一共是16个字节 我来画一个图吧 就在这里我们v不是一个数字吗 是吧 v是一个数字 它相当于四个整数嘛 四个整数 一二三四 然后呢 这个p是一个指振内行 是吧 它的占据大量和它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之前呢 p是指振它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q q也是一个指振内行 但q呢是char指振内行 这个是p啊 p就也是q也是指振呢 也是把这个地址放在这 然后组合成char内行 但是在q看来 它只要是一个char 就它把这个内存块里面看成是一系列 charchar个整的 假如一个整数是四个 四个char嘛 所以在q看来 实际上它是 是 把这一个字节 这个一个字节当年也是第一个 我把它字节也画起来吧 从来 假如一个字节也占据 这样画吧 这假如是一个字节 两个字节 三个字节 四个字节 这表示一个整数 然后这个也表示一个整数 假如是三个整数 三个整数 这是一个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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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 这个p是一个 我就把它相当于放大了 然后呢 p是一个整数 和它应该一样大的 这两个整数 这两个大整数 应该一样大 这就是p是一个指针 q 然后这个它是指针它的 哎 怎么回事 应该用笔吧 它指针它 它也 它指针的什么 它指针的也是这个 反正这个七十例子吧 都是七十例子 它也四个chow 四个chow 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chow 这个四个chow 是吧 这里也有四个chow 好 好 一开始p和q应该相同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就是加上2 说说它们加2的地址是多少 在p看来 它指针是inter整理性 所以p加2的结果就是什么 相合平均两个整数 而q加2呢 它相当于平均两个chow q加2相当于平均两个chow 一二 实际上q加2这个就变成它了 它了 而p加2呢 是指针它了 指针这个第三个因素了 所以最后实际上 p加2 实际上比q加2大 因为q加2 每次在q看来 它是指针的一个一个的chow 所以它加2 这平均两个chow 就是 MIPP MIPP 那这个MIPP M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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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在这里,它打印的是一个run,它不是一个整数地址 因为它这个,这个是cout这个决定的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整数型的,可以加上一个强制内人转换一下 当你这个不是solution子 你要用solution子在这里 这样 这个放在剧情幕 加入整数都是solution子的形式,因为这个d子一般输出,它是solution子的形式输出 现在我们看,PQ,FF 这个虽然是大计数,反正都是F,是吧 PQ开始d子是一样的 然后呢,P加2之后,在这个计数上加了 加了2 加了2 加了2,实际上它这里显示的是 自己啊,是吧 2乘这个4,8 是吧 8,所以4加上8,最后是一个c 这里Q加上2 Q本来是,这个是4加上2就是6 所以这个d子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是吧 所以这我们看,加上2它并不变成6 而是什么,加上了两个inter型的评计量 一个inter型的评计量 是吧,都是拼移4个字节 P加1和Q加4拼移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们的d子就是一样的 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指针需要知道它的内型 因为知道它的内型 我们这个加1就表示拼移一个整数 是吧 这个加4表示拼移4个恰 好,这就是用指针 可以访问输入 通过加加啊 通过加上一个整数啊 或者减一个整数啊 这样去拼移 然后我们可以并利是吧 通过指针这个控制是吧 一个70指针指针它 还有一个技术指针指针它 是吧,这样我们可以控制这个 控制速度的拼移嘛 是吧,一个指针cater 不断加加,然后Q呢 始终指针 聚会运输的后一个位置 就是技术位置 好,这就是这个 用指针去访问速度 我们在下一讲还会介绍用range4 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去访问速度的每个元素 好,这一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HWDONG 就这个YouTube频道 好,谢谢大家